好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就是X-REL 那么大改款安全审验合格 1.5千轻油电动力 渴望会来了 对吧 对 其实我们看到X-REL进入新的产品世代的时候 我们一开始的时候会觉得说直觉上 其实两年前我们大概就觉得说 X-REL应该要国产吧 因为整个休旅车在国产的过程当中 其实它可以享受到客户两用车的 税负上面 成本上面的优惠 所以基本上大家可能这几年会觉得说 国产车的导入好像越来越辛苦 但是X-REL在上市的时候一开始是e-power 也就是说它是用一种全新的动力的概念 去沟通整个市场 那当然价格上面就会往比较高的方向去走 但是这个只能算是X-REL的整个新的产品 导入的路线的策略之一 接下来就会有国产 而且国产的话就会用VC Turbo 那这个VC Turbo基本上我们过去已经很熟悉 在Infinity上面呢 其实上或者是在高阶的产品里面可变压缩比 它是一个先进的内燃机引擎的技术 那随着整个我们讲说 轻油电的技术要开始导入 那这一台车也会有轻油电 也就是12伏的 而且它是配离电池 所以它在整个的这种电力上面的转换的能源 转换效率是好的 那因为合格针已经拿到了嘛 所以这台车大概已经准备要